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江城武汉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应该是武汉最热闹 人气最足的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面前 真的是人山人海人头穿动 根本就走不动到了 这个位置就是武汉的一个江汉路步行街 也被称为天下第一步行街 应该也是武汉现在人气最旺的一个步行街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面前 有很多穿着特别大胆的一个小女生 这边两个小猫咪咱们开头已经拍到了 吸引了很多人在这边围观 跟他合影跟他拍照 还有蛮多人手中都拿着这个气球 形形色色的这种气球 也是放飞自己的梦想 放飞自己的一个希望 可能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马上要迎接新春了 然后再有一个月就要过春节了 所以说这种节日的氛围也是特别的浓 武汉基本上我们在街头走 每次来到武汉来到江山路步行街 就感觉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城市 无论是过什么节日都非常有仪式感 然后年轻人也特别多特别热闹 我们现在在街头给大家走一走 给大家拍一拍 看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不停的在拍 就是外地来到武汉 第一次来武汉 可能要记录一下武汉街头的一个真实情形 然后拍照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然后他们可能来不到武汉 然后共同的欣赏一下 共同的感受一下武汉的文化 看一下咱们面前除了人多 那就是气球多 手里面都举着 都是这一捧气球 我估计得有几百个 甚至上百个都在江上路步行街这边卖气球 在这边卖气球 也是一门很好发财的一个生意 我听说很多人 一晚上都能赚个上千块钱 基本上一个气球卖个十五或者是二十块钱 蛮多年轻人现在都追求这种仪式感 或者是拍照 女生喜欢举着他拍照 所以说买一个气球 男生给女生买一个气球 能俘获一下方星或者是什么了 现在的整个的夜幕已经降临了 整个的江上路步行街 大家看一下 人气一点都没有减少 无论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 真的是太热了 太热了 我感觉武汉虽然说是 把步行街做到极致 什么有除尔汉街 还有光谷步行街 还有咱们现在走的江上路步行街 但我依然感觉 江上路步行街是现在武汉的人气之王 包括所有外地人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 还有穿着新娘衣服的 在这边卖气球 真的是为了卖气球 为了赚钱 也是绞尽脑汁 不知道大家都之前来过武汉的江上路步行街 没有对武汉这座城市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包括在疫情之后 现在的武汉早有恢复原来的一个生机活力 包括原来的一个模样 真的是涅槃重生 真的是浴火重生 现在大武汉天天都是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的有生机 而且特别受年轻人的一个欢迎 包括最近全国最有活力的城市榜已经出炉了 武汉是熔灯第一位 遥遥领先于第二位 甚至比北京比上海比成都比重庆 就是更具有活力 或者是更具有影响力 这也是武汉这座城市 就是2024年 包括2023年2024年 一个全新的面貌 展现给世人 转现给世界来看的 这边的人已经完全走不动道了 全部都是人 喜欢视频的朋友 也可以多多关注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